988新闻线 2令吉15千 那关注过燃油顶价之后呢 要来看一看 今天到底有什么新闻的重点 望珠乃迪说 反跳槽法的修宪案 7月会提成国会特别会 气象局警告天气多变 而且会常下大雨 会发生水灾的可能 那还有另外一个报告 就是说大马八个地区的空气 是不达标的 职场的男女比例差距蛮大的 那职总就说雇主是在歧视女性 街坊金融机构 卖烂账的个人资料 4PM这个组织就说 他们卖每份上千元 是明明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借钱 那最后有人就说 他遭到阿龙般的那种讨钱对待 有这样的一个传言甚至有这样的一些举报 原因可能就是你的资料外泄了 那这个是爆出了我国有至少五家金融机构 出售借贷者的资料给第三方 而这些借贷者呢 通常是烂账名单当中的人 就是那些没办法偿还贷款 然后进入很难收钱的 那个list当中的人 而大马借贷者与消费者解决方案协会 简称4PM 他的主席罗斯莱姆哈姆阿里夫 是向马来西亚前锋报透露 有借贷者呢 就向他们举报这个事件了 因此这些金融机构明显违反了 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简称709法令 那他说呢 第三方通常在取得这些烂账的资料之后 就会对贷款者采取收债的行动 那有的呢 会在办公室啊 或者是住家被他们骚扰 就好像阿龙或者是流氓般的去对待他们 令有些借贷者呢 就陷入了情绪很抑郁 甚至要自寻短见的现象 他说按照1953年有效年限法令的这个规定呢 收债人其实不可以在六年的期限之后 去追讨烂账的 相关的金融机构可以寻求法令 这个停令 以便贷款者可以同意 立刻的清还这些烂账 所以呢 他就相信呢 这些金融机构是故意泄露这些个人资料给第三方的 涉及数百万烂账贷款者的账户 而且呢 每一个账户 他们是会以超过1000令吉的价格 售卖给第三方 他说尽管国家银行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但是当局那目前呢 是还没有做出回应的 那我们也没有看到国行那边有说什么 那接下来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能国行那边需要出面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 或者是去调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那说到一些关于安全方面的隐忧 最近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网络倒题的事件了 这个自己的银行账户里的存款 不翼而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五级阿迈商业罪案调查局副总监维克多 就有传授民众几个招数来阻止不法分子倒题 首先你就要保持警觉 不要在不合法的平台和管道进行交易 再来如果受害者在可疑线上交易的时候 已经输入自己的这个银行户头名字和密码的时候呢 就要马上打电话通知警 不是警方是通知银行 来更改你自己的密码和接收OTP 以及Tag的这个电话号码 阻止账户被别人倒走款项 就是你觉得不对劲了 就必须得马上采取行动 行动越快越好啊 你可以把那个风险降到最低 那国家银行呢 其实在倒题事件上 好像没有什么说话 无声无息 那不少领袖呢 就呼吁当局要采取行动了 其中看到行动党国会领袖尼可敏说 户头存款遭到题的事件 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金融体系的公信力了 而且也引起民愤 所以呢 国家银行要马上成立专业小组 专门调查这些事件的噪音 他说 他也呼吁这个财政部还有国家银行 必须要采取紧急的行动 改善银行的网络系统安全 来保障存户的切身利益 另一方面 民政党主席刘华才说 人民对银行体系的安全 慢慢失去信心了 由于这个情况非常严重了 国家银行又迟迟没有行动 因此他说 民政党决定采取行动 要求跟国家银行对话 他们准备提成备忘录 希望可以跟国家银行那边 共同协商 保护人民在银行存款的一些对策 希望就主动去做这件事情了 也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道题 很多受害者他们都说 可能是透过Android系统的手机的一个情况 然后自己的银行账户就给人家 盗用 然后就提走了那个款项 那就有人好奇 这个使用iOS系统的苹果手机用户 有没有遇到这些情况呢 手机软件开发员温士丰对光华日报说 其实iOS也是有自己的漏洞的 但是不管什么手机 如果懂得使用 那所有功能其实都是好的 只是很多东西呢 是我们这个用户 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打开了一些授权 授权了一些 那个那个叫嘛 就是你的手机能够让一些不法的人呢 他们就是可以趁机下手 那待会儿说目前的问题就是盗取嘛 而不是害就是hack 那他有说盗取是更容易执行的东西 就像是你把这一把钥匙给了别人 然后你不懂这个钥匙 其实已经交出去了 所以他就是希望大家可能可以去了解清楚 到底这个钥匙长什么样子 结果就因为很多人不懂这个样子 就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他有说iOS情况可能好一点 没有那么容易被对方拿到钥匙 所以比较难被盗取资料 但是风险还是存在的 那不管怎样呢 这个资料被倒堤可以防范嘛 现在要说的这个可能难以防范 就是说的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 那世界银行呢就进一步下调了 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到2.9% 这比一月的时候他们预测的这个呢 是大幅下修了1.2%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说 很多国家呢将难以避免衰退了 而且即便可以避免全球的经济衰退 这个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带来的伤害 也可能会持续很多年 除非供应是可以大幅增加 所以呢他就警告 想要试图控制价格或者是限制出口的话 来抑制通货膨胀 其实只会更加造成伤害的 是种种政策呢 可能都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那因为疫情 我们国家受到了这个伤害在经济方面 要怎么样去复苏呢 其实财政部就有一个打算 就是说在7月18号国会复会的时候 在下议院会议那边提成财政责任法案 财政部长东顾扎夫鲁说 这个法案包括扩大国家税积的努力 比如说会向地下经济征税 还有改善纳税跟管理制度 以提高税收 他说这对补足国库 支持国家的发展和长期改革的议程来说 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我们之前有看到前首相那集说过 如果消费税GST没有取消 没有废除的话 我们现在面对经济状况就不会像 就不会那么糟糕 那东顾扎夫鲁现在有说 财政部是有在研究这个税务的制度 包括说GST 但他表示即使国会通过落实消费税 那我国最快也需要9个月的时间来落实 就是你现在国会那边即使现在通过了 但还需要时间可能去推进相关的政策等等的 才能跟落实 不是说要落实马上就会落实的事 那当然谈到经济的话 也离不开就业市场 从2014年到2020年人力资源部培训机构 ILJTM的毕业生过去6年来被录取是超过90%的 这也代表这个机构在推动技术培训 还有职业教育的方式是有成效 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说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 去年的人力资源部培训的毕业生 就业率其实下降到了85% 但是这个现象也只是暂时的 可能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他认为随着经济的行业领域重新开放了 就业市场就可以复苏 这也为毕业生打开了更广过的就业市场 所以变成就业率也会提高了 可是在就业市场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性别歧视的状况 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 国内有583万名职场女性 男性的是有913万人 但是每年其实有超过19万名女性的毕业生 然后男性的毕业生是有13万多人 就是说毕业生方面呢 女生比较多 可是在职场上面工作的女性 其实那个比例是比较少的 那在大马职工总会MTUC主席 阿都哈林曼苏 告诉马来西亚前风暴 男女职员数量差距增加39% 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他认为这是源自于雇主和公司 在聘请员工的时候 歧视女性的态度 他决定当女员工生产的时候 雇主和企业就要被迫放他们长达 98天或超过三个月的产假 因此雇主和企业呢 可能都不会想要接受这些 所谓麻烦的女员工 还有承担这种损失的风险 所以就不会去聘雇女性 那他促请政府呢 一定要检讨劳工法令和政策 也要采取行动 把女员工的招聘配额 设定在先进国的标准 也就是30%到40%之间 来缩小男女比例的鸿沟 政府呢也希望啊 可以拟定这个保护女性的政策 尤其是对已婚生子的女性 希望她们呢 不会受到职场的歧视 那针对这个现象呢 这种就说嘛 我国的男女职员的比例差距呢 其实很大可能就是来自 因为性别歧视 你是认同这样的说法 还是不认同呢 认同就选择set 那不认同的话 就选择love的选项 是两个选项呢 记得要去到988的脸书 去投选 还有写下你的看法 包括你现在在职场上 有没有面对到这样的情况呢 大马气象局有说 我国有可能每一年 都会爆发大水灾啊 基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气象局总监莫哈默·希尔米 是说从科学角度来说 造成这个情况主要原因是 季后风 溢流带来的这个持续豪雨 还有我国区域出现的 这个低气压 那他有说 拉尼那现象也会使到 包括大马在内的 西太平洋区域变得更潮湿 降雨量也会比平时来的 更高一些 他透露根据昨天更新的数据呢 现在正在发生 薄弱的拉尼那现象 预料这个现象 会以58%的概率 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 另外他也说到 气象局预料国内今年 是不会出现干旱 极端炎热的天气 或者是长时间 没下雨的日子 但是还是要时刻的 注意天气变化 也就是说 接下来可能会常下大雨 然后甚至可能会发生 突发水灾等等的状况 讲到水灾真的是怕 那美日新轮几天前呢 其实也有访问 穆哈默 希尔米 那时候呢 他就已经警告 我国尤其是巴生河流域 在未来10到20年内呢 恐怕会迎来龙卷风 或者是更强的雷雨 还有气温 会超过37摄氏度 等等的极端天气 这是因为呢 我国频频发生 突发水灾 这个冰雹 还有这个龙卷风 以及陆龙卷风之后 所预测出来的这个结果 就是这些比较异常的天气现象出现之后 当局就觉得 接下来我们的天气可能会更多变 极端 那当然也要关注一下空气质量啊 因为呢 有一份最新调查说 我国八个地区的空气质量 是不达标的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东南亚分析专家伊莎贝拉说 当局针对我国八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 2019年的2020年 而不是2019到2022年年终 就是今年的年终 没有一个地区是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马来西亚的空气质量标准 当中空气污染指数 最严重的两个地区 就是巴生和巴达林在野 人口最多的地方 那刚刚他有说 针对八个地区做的调查 这八地区就除了刚刚我们讲的 最严重的那两个之外 还包括了宜保 新山 哥打巴鲁 吉隆坡 古晋和沙阿南 那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地方 调查出来的结果是 空气真的不太好 那伊莎贝拉也说呢 大马的空气污染 是来自工业制造 发电 车辆 还有露天 焚烧所造成的 而且呢 有关组织也说啊 如果我国每年的空气污染指数 都是符合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的话 那么每年可以挽救大约22000人的生命哦 而且每一年呢 过早死亡的人数 预计也是会减少的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才可以健健康康的 最近呢 国际上啊 又传出很多宗的猴豆病例 然后呢 又让大家很担心了 是 卫生部长凯利说 尽管我国还没有出现或通报猴豆病例 但是卫生部已经制定了一套战略的计划 来应付猴豆进入我国的风险 他说卫生部也会在国际的入境处 比如说在国际机场那边呢 进行监督 凯利也提醒要出国的民众 尤其是前往爆发猴豆疫情国家的人 要时刻地保持警惕 避免参与可能感染猴豆的活动 而且一旦出现症状就要马上就医 那另外呢 针对国内的冠病疫情 凯利今天有说到啊 抗病毒口服药物Paxlovid的治疗 会在近期之内扩大到指定的私人医疗机构 也会免费分发给冠病的病患 但是呢 只发给高风险群体 同时凯利也说到 卫生部将在近期开始使用这个 预防感染冠病的抗体药物 EvuShade 他说研究显示呢 注射这一种药物之后呢 能够保护接种者免受冠病感染 长达六个月 他也有提到这款药物 只是会在政府医院那边提供 也只会给那些有高风险的群体 同时就是还没有感染过冠病的人使用 就是他又高风险 又没有感染过冠病 那他们就会使用这一款的药物了 好了 关心完了这个卫生课题之后呢 也要关注反跳槽法的草拟进展哦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 部长望珠乃迪今天表示 2022年反跳槽法修宪案 已经拍板定案了 也会交给首相伊斯麦沙比里 然后呢以便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 可以提成到国会特别会议 他说呢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 昨天第六次讨论这件事情 也针对内阁在六月一号挑起的五项基本问题 进行了解答 那之后呢 这些问题会做成摘录 重新提成到内阁会议的 之前望珠乃迪有说过嘛 内阁同意多项国会改革建议 包括禁止有官司的国会议员出席国会会议 这个部分就有引来争议 而望珠乃迪现在强调 那只是建议啊 距离落实还言之过早 那至于限制首相任期的修宪草案呢 望珠乃迪说是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他还没有获得授权去提成修宪案 当今大马也有引述望珠乃迪的谈话说 他现在是忙着反跳槽法 所以是没有时间去处理 那个关于首相任期的这个修宪案了 那这一系列的改革 到底会不会来得及 在下一届的大选之前落实呢 现在因为有报道说 一些县级的官员陆陆续续出席 由选委会举办的选举流程会报会 马来西亚前风报引述消息说 这个做法呢其实只是惯例了 但是不排除和全国大选的准备有关 而选委会的副主席阿兹米则是不愿意 正面的回答这件事情 那说到大选的话呢 巫统领袖不断的施压首相 赶快大选赶快大选 那巫统小二山区国会议员 纳兹里就挑战巫统领袖 不如直接向国家元首提出这个要求吧 根据马来报张阳光日报的报道 纳兹里呢是以不点名的方式说 这些巫统领袖应该要这样做的 而不是向首相施压 毕竟决定权还是在国家元首的手上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前总检察长 汤米托马斯的专访 他最近接受中国报防卫的时候表明 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重做丰富 他也蹲马和退役运动员作为例子说 承担人们的这个高期待回归表现 往往会难以尽人意的 但他也表明很乐意用其他的方式 来帮助推动改革工作 无论如何汤米有说 他绝对没有后悔任职总检察长 至于他在任内的表现值多少分呢 他就说交给别人来评价吧 他也强调自己从政是对这个方面啊 从政这个部分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那另外呢 汤米也在中国报的专访说 公正党主席安华应该要自我反省的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实现 他要成为首相的报复 汤米也说呢 安华错过很多机会了 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 但认为安华确实是需要照照镜子啦 问问自己为什么总是跟这个首相的职位擦肩而过 Why 社区牵线 这个也是Why 世界上真的很多奇奇怪怪的比赛 最近看到槟城的新市集联合乔治市艺术节 公布就要办发呆比赛 才发布八个小时 报名人数就爆满了 这个发呆比赛公开给五到八十岁的人参赛者呢 在这过程是不准戴墨镜和帽子等等的配饰 也不能够想要尝试去遮住你的脸部 而比赛当中也不能滑手机 不能走动 不能听歌 不能聊天 不能吃东西等等 什么都不能做 看谁可以待最久 那发呆比赛看起来好像没有难度 可是其实参赛者他们15分钟就会被检查一次心跳 心跳的频率是要保持在每分钟60到100下之间 一旦你超过100 一旦超过100 对 就会被淘汰了 心跳频率最平稳的人呢 就可以胜出 可是这个反应太热烈了 报名已经满了 我觉得好难哦 因为毕竟在这个环境很压力的情况之下 你要维持你非常平静的心情 可是好多人都想去尝试 已经是来不及报名了 这个题目其实也是很压力的其中一个方式 不知道怎么去平定你的心情呢 直总说我国的男女职员的比例差距大 因为性别歧视 那你觉得呢 点选不认同的人达到76% 那点选认同的人达到35% 那当然今天留言好像蛮激烈的 大家可以去988的官方脸书那边看点子留言哦 我是冠贤 我是舒婷 我们明天晚上7点30分再见咯